二战最残酷的战役 是冷兵器对抗 要消灭一个敌人 是得费上许多精力 但是一场大战下来 动辄也几十万人丧命 进入火气时代后 在钢铁洪流的冲击下 人命就更加脆弱的如风中飘液 一击击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更是人类历史上 空前绝后的巨大灾难 这场发动于1939年9月的战争 很快波及全球 从乌州到亚州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 20亿以上的人口 被卷入战争 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 战争中军民共伤亡7000余万人 损失达5万多亿美元 二战期间发动了许多有名的战役 在枪炮与装甲的挤压中 许多士兵命丧他乡 其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就是一场残 酷一城的战役 那是尤纳粹德国 为争夺苏联南部城市斯大林格勒 而进行的战役 时间跨度为1942年6月28日 至1943年2月2日 单从伤亡数字来看 该战役也是近代历史上 最为血腥的战役 双方伤亡估计约200万人 那真是一场血腥之治的大屠杀 2015年 一名曾参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 95岁苏联老兵回忆说 我来到斯大林格勒时 我的部队有七千多人 两个月后 这一数字变为六十多人 在这场战役中 一名普通红军士兵的存活周期 不超过九分钟 军官是三天 你能活一天 你就是连长 活两天 你就是营长 活三天 你就是团长 二战史专家萨摩索诺夫说 在当时 全世界真的没有比斯大林格勒 这座城市更恐怖的地方 不说军队 战役打响前 这座城市有平民八十万人 战役结束后 仅仅剩下七千八百五十人 德军在末 斯科会战失败后 被迫放弃全面进攻 于1942年下 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 企图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 切断苏军的战略补给线 七月中旬 德军被集团军群前出到盾河大湾区部 逼近斯大林格勒 面对德军的步步禁逼 苏军被迫进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面对德军的冲击 斯大林格勒一再旦夕 为此 苏军最高统帅部 命令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苏军 采取紧急措施坚守阵地 7月28日 斯大林发布了著名的第227号命令 不准后退一步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 投入了104万军队 而苏联方面 则投入了差不多250万军队 生与伴侣斯大林格勒 很快变成了一片瓦砾厂 城中80%的居住区被摧毁 在满是瓦砾和废墟的城中 苏联第62集团军顽强抵抗 在城中的每条街道 每座楼房 每家工厂内都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1942年10月 经历过斯大林 格勒战役的德军军官在日记里写道 斯大林格勒不再是一座城市 而是一个杀人炉灶这里的街道 不再是用米来计算 而是用尸体来计算 双方拼死争夺七个月后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以苏联方面胜利而告终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局 使苏德战场战略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急剧变化 苏军乘胜收复大量失地 德国最强大的一个集团军和其三个盟国集团军被消灭 美国总统罗斯福称斯大林格勒是同盟国反侵略战争的转折点 斯大林格勒会战是法西斯德国遭遇了战略范围最严重的失败 不仅终结了德国南方集团军群自1941年以来保持的攻势局面 而且实际造成了苏联与德国总体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 从世界范围看 斯大林格勒会战与同时期发生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 及阿拉曼战役一起 构成了1942年底反法西斯战争大转折的标志性事件 返回搜狐 查 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